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眼并不是说人有五种眼睛 而是说在佛那里它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 它所对应是学佛之人修行的五个不同的阶段或者境界 如何理解呢? 一 什么是无眼? 眼有肉眼 天眼 法眼 慧眼 佛眼 天眼可以见帐外 肉眼见帐内 肉眼一张纸遮住了 什么也看不到 天眼的话 你就是一百个太阳 一百个地球都能看 当然这个功力有大小 佛眼没有任何限制 这里有个比喻 也许可以帮各位更清楚地了解 我们人类的肉眼是如何拙劣 以及天眼和肉眼的比较是怎样的 试想象在一个大城市的中心 如果有一幢完全关闭的屋子 只开了一个很小的窗子 从这个窗口 一个人只能看到层叠的高楼和上面一小块蓝色天空 以及有限的人们活动 假如有一个小孩在这屋子里出生长大 那么他对世界的印象可能是什么样呢? 无疑的 他对他的世界的印象 是根据透过这个小小的窗口所看到的一切 你若为他描述海景浩瀚的美丽和日出日落的奇观 无论说的怎样天花乱坠 他都难以了解 很难欣赏 我们人类的肉眼所能给我们的便只有这些 事实上 我们是住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 透过一个很小的窗口 我们的眼睛去看世界 然而我们却坚持地说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整体 确切而又真实的世界 现在 假设另有一所完全封闭的房子建在山顶上 并且开有一个很大的风景窗 从这儿可以看见无际的天空和无垠的旷野 或许为了让它更显得美妙些 我们不妨说到处都是鲜花原地 还有少女们在园中漫无婆娑 在这个屋里也有一个小孩出生成长 那第二个小孩所看见的世界 无疑地要比那个从小窗口看出去的拥挤都市 要来得伟大与美丽 如果说第一个孩子只有肉眼 那么我们可以譬喻地说 第二个孩子是具有天眼了 通常我们都说 只有天上的神或女神才有天眼 然而按照佛教的义理 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我们人类也能得到天眼 有两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做到 一是透过禅纳 这是一个梵文字 通常译为冥想 另一个方法是在肉眼上加仪器 虽然第一个方法比第二个高明得多 但第二个方法却可能异于为现代人所接受 现代人依靠高度望远镜 可以看得很远很远 用显微镜 可以看到肉眼所不见的微生物的活动 今天一个人可以急着人造卫星及电视 看到万里以外发生的事情 有许多奇景 在佛陀的时代是天眼所独享的 现代人也能看到了 在佛陀的时代 禅纳可能是人类超越肉眼限制的唯一方法 其实人的看的能力原是无限的 我们之所以不能发挥这整个看的能力 乃是受了我们这对肉眼的限制 很明显的 佛陀深知这一真理 经过多年的禅纳 佛陀发现肉眼的障碍可以打破 人原来的看的能力可以充分发挥 当一个人发挥了他原来的视力时 他将毫无困难地把世界扩展到天眼所能达到的范围 说到这儿 我相信诸位不难了解肉眼是什么 天眼是什么了 在佛陀的时代 使人类了解天眼是很困难的 但是在现代 实际看来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某种程度的天眼 因此我们也就比较容易领会得到 菩萨的天眼层次越高 他看得越远 慧眼能见空 来帮他们破除我直 哦 原来这东西就是虚妄的 法眼呢 是能够分别一切万法的来龙去脉 这是道种制 佛眼是前面的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全部到了圆满极点 具足这四眼圆满功德 叫佛眼 二 如何修这些眼呢 那么如何修这些眼呢 答案就是法华经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星云法师的开示 为什么受持法华经的人 能够具足这些正到位的功德 这个肉眼可以到达清净 为什么 你明白了法华经 你在看东西 眼光一样不一样啊 人家要去修 要去正 为什么 他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放心 我们看都不要看就相信 有道无道 自己知道 我们要不要看天上玉皇大帝 你相信他有没有啊 一点点都不怀疑 为什么天上人 包括小称阿罗汉 他们要修正啊 他们你信你疑 看看怎么样 他没有圆顿人这种心量 就像我有些弟子 如果人家讲了怎么长怎么短 我说你不要讲 你讲死了我不相信 这就是智慧 没有色戒的人 没有形象他都能看到 受持法华经的人就有这个功德 你不需要看 只问你相信不相信 这就是一念信解的功德 你如有些人从来没有看到过鬼 他就相信有鬼 有些人你怎么讲他都不相信 像这种人必须通过修正的功夫 开了天眼才信 比如无色戒的天人 他没有形象 信不信 自己问自己 你相信你就具有这个功德 你相信了 你这就是慧眼 你已经见到空了 你看这个茶杯 它是不是就是你 它是不是阿弥陀 它不需要像松武空那样摇身一变 变成茶杯 当中阴生期间 这些功德限量限前 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靠修来的 这里意见其中一切法生 极业因缘果报牲畜 你的肉眼就已经具备了法眼的功用 你知道了来龙去脉 这就得了盗种痣啊 就比如说看到嘴巴豁的 知道他前世钓鱼了 是因缘果报 你这就是法眼而不是肉眼 读懂了一心三藏的道理 就进入了相似佛眼 相似佛耳 相似佛舌 大家听 那个鼓声是不是 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呀 那个声音是不是 我们自信变出来的 这就是佛耳 这就是法耳 相似佛耳 你吃饭的时候 大米啊 是我吃你 还是你吃我啊 这是什么 会蛇 我来视线吃饭 哪有吃不吃啊 那个大米是视线被吃 都是在视线 都是我们一念心性在变化 开了这个智慧 就是身口意三叶随智会行 六根随智会行 妙不妙啊 这叫全性起修 一修一切修 但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照 你时时观照 天天观照 必有奇迹出现 你心态很快就会发生 巨大的改变 乃至于你还没有思想准备就改变了 你把一切的家庭啊 父母 儿女 看得很淡很淡 过去看的小孩子一哭 就心疼得要死 把他抱在怀里哄 现在哭不理他了 过去听到丈夫一声吼 老婆一声叫 就心惊肉跳 现在如如不动 过去如果听说 某人在背后讲我的坏话 我咬牙切齿 现在无动于衷 反而还可怜他 他造这个业怎么得了啊 你想恨都恨不起来了 这就是变成像似佛眼 像似佛儿 总之佛眼 这个眼在佛教之中 是最高层级 所有各种智慧 无所不及 观照圆满 这个眼为佛有之 只有觉悟成佛以后 才具有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眼 就可以通达一切 甚至可以跳出轮回之外 不在生死苦海之中 因此 在生活中 可以通过法华经来修行 长期坚持 就会有着效果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